地方人物报导来看这位尤家镇先生 因为长期致力推动教育做出了贡献 而荣获110年度泰山模范父亲的殊荣 泰山区长林庆峰特地代表新北市长侯友宜 前往尤家镇的住家颁证奖牌以及多项考礼表达祝贺之外 同时区长也祝福全天下所有伟大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即将到来受到疫情影响无法举办大型活动 林庆峰区长表示虽然形势改变但是心意不变 今天特别代表市长来到模范父亲 尤家镇府中颁赠奖牌礼品礼券与蛋糕 特别代表市长来自证相关的一些匾额 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些礼品 非常感谢我们尤老师他作与英才很多年 从海大退休之后 经过我们同理的一个推荐 获选为我们新北市泰山区的一个模范父亲 区长指出尤家镇长期关注教育环境贡献一己之力 经里长推荐获选泰山区模范父亲 尤家镇很感谢里长及区长的肯定 非常谢谢里长区长他们的肯定 我想我跟全天下的父亲都一样 那么都是很平凡的父亲 但是平凡也可以当模范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肯定平凡的表现 所以祝福大家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跟我们的所有天下的模范父亲们 跟大家说父亲节快乐 也在此要祝所有的父亲们 虽然疫情期间比较生活有一些不方便 但是希望说大家还是能够度过一个 开心的一个父亲节 泰山区长林清风在这特别的日子 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导